建行又重拳出击申请清盘第四家巨头房企 这一次是中国最著名的顶豪房地产开发商 并且这建行一顿操作下来 恐怕还会引起房企的清盘潮 为什么唯独是建设银行到处清盘 不断摧毁房企的债务重组 前几天世贸集团在港江所发布公告 公司遭遇了债权人建行亚洲提出清盘申请 涉及金额高达15.8亿港元 尽管世贸方面表示将极力反对这一成请 并将继续推进境外债务重组 但公司当天的股价还是硬生下跌了18% 市值仅剩14亿港元 创下了历史的新低 就在大半个月前 世贸才给出了一份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方案 包括了多种不同工具的组合 为了鼓励债权人尽早参与重组 世贸甚至还提供了早鸟同意费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的 但无论怎么选 债权人都得等到世贸真能活过来 才有可能吃下这张大饼 而从世贸还有国内房地产的现状来看 这个希望似乎是有点渺茫的 然后在今年3月份便有报道说 德意志银行正打算向世贸发起清盘成请 没想到最后率先坐不住的会是建行亚洲 值得关注的是 这已经不是建行亚洲近段时间 首次对陷入债务危机的房企提出清盘申请 此前建行亚洲先后向德信中国 大发地产 中粮控股等多家房企发起清盘成请 而这些申请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几大房企的强烈反对 所谓清盘呢 就是指公司的生产运作停止 所有资产短期内出售变回现金 再按次序还债 最后结散公司 也就是说一清盘 公司就休克了 停滞了 可能换不来什么钱还债 那么这些千亿富翁门重组 还债流程走得好好的 为什么建行亚洲非要急着发起清盘申请呢 这就不得不提建行亚洲背后的母公司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建设银行的经营现状 2023年财报显示 建行不良贷款进的超过480亿 比22年增加了145亿 增幅高达43% 换算一下 建行去年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居然高达5.64% 比22年多出1.28个点 甚至是全银行业的第一 作为对比 公行农行中国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 虽然都是5个点出头 但人家都是实打实的 比22年的状况有所改善 也就是说 2023年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 只有建设银行的房地产贷款 呈向不良双生局面 而更要命的是 无论是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规模 不良贷款增幅 还是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率还有增幅 建设银行几乎都位于四大银行之首 不怕兄弟过得苦 就怕兄弟开路虎 建行就看着其他三家银行 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你就说他压力大不大 心里慌不慌吗 也因此 对于建行来说 实在是等不起各大房企 遥遥无期的债务重组 但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提出清盘申请 尽快回笼资金 做好数据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 这也是近年来 整一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缩影 而建行如今的状况 也只能说是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